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现在是由我和任乔伟为大家做一个报告 是关于在B-Cache上来使用NVD 我们做了什么 以及我们从中学习到了什么 我的名字叫李勇 英文名字是Colee 我是Linux内核里B-Cache子系统的维护者 也是SUSE Linux公司内部的Linux产品中 MD-READ,Device and App,B-Cache和NVDM的维护者 任乔伟他是英特尔中国区的软件工程师 他在很多的开源项目上都参与过工作 包括Linux内核,OpenStack,还有云相关的 另外还有Safe 他在国内大家比较知名的工作 他是Linux内核修炼之道和Linux那些事的作者 那么我们先介绍一下B-Cache是什么 给不熟悉的朋友们 B-Cache是Linux内核中的一个块设备层的Cache 它是在3.10中的被merge到了主干内核里头 然后在Linux5.3之后的版本 它的稳定性在我看来达到了企业级Linux的稳定性 它这个内核子系统的功能是将SSD就固态硬盘和普通的磁盘 组合在一起虚拟出来一个虚拟的块设备 这个Quadri可以格式化 可以帮助文件系统 那么如果有比较热的数据 就频繁访问的数据的话呢 这个数据就会被缓存在固态硬盘里 当对这些热的数据进行访问的时候 就会直接从固态硬盘里返回 那么看起来就好像是在访问固态硬盘的IO学能一样 现在主要支持的Cache模式有四种 回写模式 写透模式 还有一个绕写模式和NUN NUN就是不做任何的Cache B-Cache现在主要支持的工作负载呢 有四种 第一种是数据库 多数数据库还是有很好的时间和存储的局部性 所以用Cache以后性能提升效果还是非常明显 第二个就是虚拟化 虚拟化主要指的是虚拟机的虚拟化 可以在虚拟机的外边使用B-Cache 一些最常访问的IO直接就在SSD里头就返回来 不用再去到后端的分布式存储里边的取数据 它的性能会明显提升 那么还有一个很热门的一个使用方式就是分布式存储 比如SAFE 在SAFE存储的直接使用B-Cache 是绝大多数用SAFE做性能加速的厂商的首选 最后还有一个就是超龙河 超龙河的这个机群里边的话 有很多IO密集的应用 也是倾向于使用B-Cache来做性能加速的 下面这个图标咱们可以看到 这是我知道的给B-Cache社区报过bug 提过patch 他们在使用B-Cache的一些企业和机构 著名的大型的企业和机构还是蛮多的 简单来说就是说B-Cache的功能就是加速IO性能 这个IO性能力包括延迟 IOPS和吨读量 它如何加速呢 把频繁访问的大容量的较慢的快设备上的那些热数据 缓存在体积较小的快设备上 那么B-Cache是怎么工作的呢 我们举个例子吧 就以斜请求落到Cache设备上为例 Cache模式我们用Redback模式 它的本质实际上就是使用了一个B加数 来索引所有B-Cache的IOBA地址 就磁盘上的IOBA地址的范围 来看这个数据是被Cache在SSD上了 还是没有被Cache上了 对于新缓存的数据的话 就需要构建一个新的BK 然后把它插入到这个B加数里面就OK了 那下面是这个BK的数据结构 我们可以看一看 它基本上典型的BK的话 是有一个八字节的high 八字节的low 还有一个若干的八字节的point 若干的意思就是说 如果它没有交验核的话 就是一个八字节 如果有交验核的话 就是两个八字节的point 第一个是LBA地址 第二个是交验核 在high这个成员里面 它是一些和key的 缓存数据的属性相关的一些内容 那么low里面它放的是 它所模拟的那个磁盘设备 biking后端磁盘上面的LBA地址 ptr这个point里面 它放的是这个数据一旦被缓存在SSD上之后 在SSD上的LBA地址 那么这些key会组装成一个一个的 叫bset 这个bset它是由一个头部定义了一些数据结构 然后它后边放的就是那一堆的bkey 这些bset它是有大小的 比如说它是一个块 一个bcache定义的block 一个块的大小 很多个bset在一起后 它形成一个btree node 就是btree的节点 这个btree节点在bcache里面的话 通常是一个bar key的size 这个barket也是bcache格式化的时候定义的一个大小 所有的bset最多就是填充到一个barket 当barket满了以后不能再放下 还要再插入吸引的时候 那么这个btree node就要分裂 分裂成多个 经常访问的btree node 会在内存里有一个副本 用来加速 因为它插入删除搜索 都会在内存里去做 它如果修改这个btree node的话 就定期把它再刷回去 因为插入btree本身它不是一个原子型的操作 掉电或者是系统崩溃的时候 可能就会出现原数据的不一致 那么为了解决这个不一致的问题的话呢 就要使用到一个重复的日志 redu log 来维护所有的btree的操作 日志的话呢也一样 日志区它也是分成一个一个的barket的大小 然后在barket里面的话呢 就会存很多数据结构叫gset 叫journal set 这个journal set里面就像咱们下图显示的这样 它有一个头部 头部的后面呢 整个这个位置啊 就放的是按时间顺序放 插入到各个btree节点里的bkey 放在这里面 当掉电重启以后呢 它就会重放 根据sequence这些 它会判断哪些gset已经失效了 然后把有效的就按照在它的后边 放在journal的顺序 按那个顺序来重新再 重新把它们再插回到 它们应该去的那些btree node里面 这样来保证btree的一致性 然后呢btree的节点 还有journal 还有bigcache的数据 在目前Linux那盒主干的代码里面 它都是存在SSD上 而且它们呢 共享了所有的数据barket 咱们可以看下图这个示例吧 咱们可以看这个大的方块 可以想象它就是一个SSD的空间 那么红的这个区域呢 就是这个cache device的superblock 后面这个橙色区域是journal 这journal区域它是固定的 就在这个区域 后边的绿色区域和黄色区域 黄色区域是可以认为 它是b加数的节点 绿色区域它是cache的数据 可以看到就是b加数的节点 和被cache的数据 它们之间啊 是相互交错在一起方 并没有特定的区域 这个b加数的节点呢 它在内存在那些副本呢 也是可以被回收的 当系统内存比较吃紧的时候呢 系统的内存的管理器 调用bcache的工系统和其他子系统来使用 那么一个典型的写请求呢 它落到一个bcache设备上的话 通常是有 会有下列的这些IO啊 参与进来 第一个就是要把数据 要写到cache设备上的某一个parket里面 第二个就是我要去cache设备上去把这个b加数的节点要读出来 读到内存里面 然后呢用它来去索引这些被cache的这些数据 当这个数据被写好之后呢 就要生成一个新的bkey 然后把它插入到bcache的日志里面 然后在一个合适的时机把它一步的再flush到固态硬盘上去 同时还有就是要把这个key呢 要插入到bcache内部的b加数的节点上去 然后也是并行的把这个节点呢 在一个合适的时机把它刷新到硬盘上去 被journal被刷新到固态硬盘上去之后呢 这个写请求就可以反而给调用者表示我写完了 可以看到缓存一个写的数据的话呢 SSD上有四个IO会参与进来 一个是数据的 三个是原数据 虽然就是原数据的IO啊 它是可以被聚合 然后被并行的发射 异步的发射到这个硬盘上去的 但是呢 数量还挺多的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要是能够把 原数据的IO的性能提升的话 就可以很明显的提升 整个cache这个写数据的IO性能 那么现在bcache在SSD上工作 工作挺好的 但是NVD出现了之后呢 我们就会想 如果我们把原数据 放到IO性能更好的NVD上面去的话 那是不是整体的IO性能会更好 那目前NVD占主导地位的生产厂商是Intel 大家可以看到很多有关联的名字 像Intel DCPMM Intel AEP 还有Optimemory Apache Pass Ballup Pass 咱们可以看这个下面这个三角形 这个三角形是一个性能金字塔 最上端的是CPU的cache和DRAM 然后就是C1是内存NVD 那我们测试是比一个位置要小多了 大概是在几百个纳米之间 接下来就是存储设备 存储设备最快的话就是和Optimemory使用同样介质做的OptimemSSD 它性能很好 然后就是通用的一些其他的NVD的NVME接口的SSD 最后面就是SATA的接口的SSD 那么我们现在关注的就是在这个Persensitive Memory这个地方 其实要这样说一点就是NVDME其实已经存在了几十年了 但是就是它要么就容量比较小 要么就价格非常贵 Intel的产品现在是真正是把相比以前来说 真正的大容量和相对便宜的这个产品呢 推出到市场上 使它成为能够更广泛使用的可能 NVME的SSD大概比SATA硬盘要速度要快出300多倍来 所以我们用NVME的SSD来Cache硬盘 当面中热数据的时候就感觉好像 它就好像跑在SSD上一样 性能非常好 NVDME的性能呢 又比通常的NVME的SSD 它差不多又快了100倍左右 所以我们就会想啊 如果把它呢应用在Bcache里面会发生什么事情 但是肯定任何的事情有好一面就有不好一面 它就有硬币的两面性 Bcache上面使用NVDME的话 好处的话第一个就是它是非易失的 写进去数据不会丢 而且它是字节选址 它会更灵活一些 而且它的延迟非常小 它要比SSD延迟好得多 那不足之处还是价格 虽然已经比以前价格低了很多了 但是相比于SSD它价格还是贵些 那第二个就是延迟 虽然它比SSD的延迟好了很多 但是相对于系统的DRAM的延迟 它还是挺大的 所以我们不能把它真正当作内存使用 把它还是得当作一个框式给它使用 第三个就是容量 现在SSD的话基本上家用可以达到8个T左右 NVDME现在还没有到这么大的容量 在把NVDME用在B开始上的时候 我们制定了这么一个计划 大概就是分三步走 形象来看就是这样 就是目前主干内核的话呢 如果我们看延迟的话 它的延迟大概有四部分组成 一个是索引Btree 一个是写这个开始的数据 一个是日志的IO 最后一看就是一步的Flush Btree Node 那我们看延迟就可以看前三步 因为后面那个 因为Journal只要Flush了以后 它就认为IO就完成了 所以我们就看前三部分的延迟 那第一步我们把日志区 把它呢先放到NVDME 这个工作已经做完了 做完以后效果咱们可以看 就Journal那个地方变成一个J 用小写字母J来表示 它的延迟就会有减小 但是就实际我们测试 没有这么明显 因为它的IO是被聚合和病情来的 所以虽然日志这块 它的IO的延迟会 从数量级的降低 但是把它放到整个系统里面看的话 它就没有那么明显 不会有数量级的提升 目前我们正在做的是什么呢 是把Key的检查 就是把Btree这块 也要放到NVDME上去 那这样的话就是原数据 Btree和Journal都把它放到NVDME上 真正的延迟大头就只有Cache数据了 那这样看的话呢 IO性能应该会再进一步提升 这个我们正在做 预计可能再有测试一段时间吧 测试调试一段时间 应该差不多做完了 那这个做完之后 那这个做完之后再下一步就是我们把Btree 还有Cache的数据 还有Journal全部都放到NVDME上去 全部都放到NVDME上以后 那延迟就明显降低了 这个我们后续再做到 那么目前我们把Journal放到NVDME上已经做完了 所以我们做了一个Benchmark 使用的机器是联想的ThinkSystem SR650 这个机器的配置大概是有两个24号的处理器 96G内存 我们用了一个256G的Intel的NVD 然后用一个4TB的NVME的SSD来做Cache 然后把三个4TB的NVME SSD呢 Rate0绑定好之后呢 做成Backend 然后Cache的模式 Bcache的Cache模式使用的是Redback 这个测试的时候的IO请求 写请求的IO的大小大概是在512字节到4K之间 咱们可以看看这个测试出来的性能数据 曲线中呢 蓝色的曲线是没有把Journal放到NVDME上去的性能曲线 橙色的曲线是我们把Journal放到了NVDME上以后的曲线 咱们可以看到在绝大多数情况下 橙色曲线的数值都是高于蓝色曲线的 简单的说的话平均下来大概能高5%左右 就是不管是IOPS还是吞吐量 那么这里要注意的就是说Journal只占了500M左右的空间 而这个Cache设备是4PB 也就是说差不多我们用了相对于Cache设备 万分之一的空间的NVDME得到了明显的有5%左右的性能提升 所以看万分之一对比5%感觉还是蛮划算的 那我们是怎么实现呢 怎么把NVDME用在B-Cache上面去存储Journal呢 因为很复杂的一些工作都被NVMPG的分配器做 就是说我们怎么去管理NVDME的空间 分配回收 这个全都分配器做了 分配器后边的话呢 英特尔的任销委会给大家介绍一些分配器的器材 那对我们来说的话就只要是 那调用两个函数就可以 第一个函数就是BCH NVMPG Lock Pages 就是我们如果想要得到一些NVDME的Pages的时候 我们就调这个函数 然后就可以得到一大块的NVDME的空间 它是业维单位的大块空间 我们不想用的时候就再调用BCH NVMPG Free Pages 把它释放以后返回到这个分配器里面去 那B-Cache代码就是说 我呢分配出来这么一大块空间 分配出来之后呢 在B-Cache的Superblock里面有个数据结构 它的成员叫D 这是一个数组 在用SSD做Cache的在存Journal的时候呢 这个里面放的是每一个JournalBarket 在SSD上面的LBA地址 然后我们呢把它改成了每一个存放Journal的 有Barket那么大的NVDME配置 连续的NVDME配置的起始的偏移量 当要去写这个Journal的Journal Set的时候 通常以前存在SSD上的时候 是要issue包装一个BIO 然后issue下去 那现在的话就不需要了 现在我们就是调用MemCopy的函数 把它Copy完了之后 然后再把Last Level CacheFlash一下 就OK 这样的话就连Core设备送的代码 也都直接跳过去 这就实现了 所以代码还是很简单的 这个要感谢于NVMPG的分配器 用这个分配器呢 来管理NVDME的Namespace的空间 那我需要多少 我就申请多少 用就OK了 然后根本不用去关心 NVDME里面是怎么去计算那些偏移量 我用了什么地方 没有什么地方 不用考虑 这个非常方便 那么我们在这个开发过程中间呢 还是有很多第一手的体验 我们学到了什么呢 第一个就是NVD嘛 就是虽然是内存的模块 但是呢 它真正在用起来 写程序用起来的时候 它还是一个存储设备 它不是个内存设备 它的很多IO的特性啊 它还是经常存储设备 比如说延迟 延迟还是有点大 在几百纳秒级别 它相比内存还是大多了 所以这个使用的时候 还是要考虑到延迟的 所以紧接着就是说 它的原地更新 就是有一个数据结构 存在NVD嘛 我可以直接内存寻址 我要更改它的时候 因为我一更改它 它就 那个更改就被存下来 它不像DRAM DRAM掉电之后就清零没有了 那这个你更改 只要你一更改 它就存在里边了 掉电之后 再重新回来 这更改还在 那么这个情况下的话 就有一些更改 它不是原子性 如果你改了一部分 另外一部分没改 比如说这个数据结构头上 如果有一个交验盒的话 那个交验盒就错掉了 这种情况下就要设计一些 较为复杂的 一致性的机制 比如说要做journal 或者是copy and write 这样的机制 那这样的话 原地更新的代价 还是比较昂贵的 第三个就是它的延迟 延迟要比SSD好很多很多了 但是还是没有好到 可以直接拿来当内存用 它非议室内存情况下的话 因为我们写完之后啊 它有可能还在 CPU的last level cache里面 所以一定要再flush一下 如果把写加flush全算上 差不多就在 一百多个纳秒 或者是稍微再多一些 的纳秒级别了 那相比于DRAM 这个延伸还是明显的 所以不能忽略 那么还有一个 我们发现就是说 即便NVDIN 它用PMAM的驱动 或者是BTT啊 这些的方式来使用 可以当块设备来用 但是呢 还是使用这个 直接访问接口 就DEX 还是会更好一些 那如果直接用 DEX的模式的话 直接就在应用里面 调用memory copy 加flush cache 这种方式 就一下把那么多的代码 的调用 就全都跳过去了 性能会好很多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说 虽然呢 就是NVDIN 真正在进行读写的时候 它的单位是 catch line的大小 但是NVDIN 在保证原子性的时候 它的最小单位 是一个字 比如说在64 位的机器上的话 它就是一个64个bit 一个八字节 而这个是 特别要注意的一个地方 在任何情况下 比如掉电或者崩溃 NVDIN 只能保证 我写进去的 这八个字节 它要么全写进去 要么全没写进去 这个catch line的话 有可能会数据不一致的 所以它对catch line的写 是不保证原子性的 它只对一个字 在字的长度 对齐的位置上 一个字的长度的写 它保证原子性 那最后一个就是我们发现 像我们在第一次开始的journal 放到NVDIN上的时候 这个journal空间不大 最多是500多兆 那小的话可能还更小一些 如果把整个的这个NVDIN namespace都放上 都给这个bcatch用的话 太浪费了 所以把NVDIN的空间 把它驰化 然后用一个 一个非译师内存液的液分配器 把它管理起来 这是个很好的想法 经济性效率 包括使用它的 其他的程序的编写的容易程度 收益都是非常明显的 好了后面的话呢 就是要涉及到这个NVMPG 非译师内存的分配器的细节了 那这一块呢 我呢就有请在intel的同事 任乔伟 为大家报告 我们的工作可以分为两个部分 核心的一部分是一个 NVDIN的Page Educator 另外一部分是 bcatch里面配合 这个Ellocator技术进行的修改 下面由我来简单教一下 这个NVDIN的Page Educator的一个实现 这个Ellocator主要有这么几个优势 第一个是灵活性 目前内核里面 已有的NVDIN的Solution 比如KMember的Driver 是吧 NVDIN放到内核统一的MemberDriver 进行管理 这样的话内核所有的Module都会需要完整的Dram 以及NVDIN空间 做不到为某一个Module分配 specific的一块NVDIN空间来使用 而通过我们实现的这个新的Ellocator 一个Module可以按照自己需要的大小 申请一块specific的读属于自己的NVDIN空间来使用 这样也提高了NVDIN使用的效率 一个NVDIN的NVDIN可以被多个Module来share 每个Module申请这个NVDIN中specific的一块空间来使用 互不影响 另外 这个Ellocator是一个简化的Body分配器 只是对NVDIN进行页面的分配和释放 并不做更多的Liot的一个管理 就是因为这个分配器有这样的一些特点 B-Cash作为它的用户 在使用的时候极大的简化了对自身的修改 概括来说 我们这里所说的这个NVDIN的Page Allocator 是一个body-like的分配器 仿照内存管理的body算法 以R的密测的形式分配和释放连续的页面 而对于整个NVDIN的空间来说 通过迟化的方式 划分成多个NameSpace来进行管理 目前的实现支持最多8个NameSpace 所以说可以简单理解为 根据Liot的大小 整个NameSpace 整个NVDIN的空间分成两集来管理 首先是NameSpace 然后是页面的body算法 这个分配器的多个用户 可以share这个NVDIN的池子 我们也记录了每个用户的NVDIN页面的使用情况 通过特定的接口 用户可以获得自己已经申请到的所有的页面 另外 这个分配器并不支持slab这样的对象率的一个管理 也并不适合需要频繁的分配和释放的一些case 这里简单介绍一下这个分配器的一个设计 正如这里所显示的这样 我们在MDIN上设计了这样的几个structure 首先每个MDIN的NameSpace上都有这样一个超级块 描述了包括总的页面多少啊 等这样这个NameSpace的基本的一些信息 当然这里面最重要的一个member是setHeader 用来trace这个分配器所有用户的页面使用情况 具体的用户由第二个结构head这样来对应 setHeader这个结构里边这个heads的一个数组 每一项都对应了分配器的一个用户 而后面的这两个record相关的structure 一来进行记录对用户对MDIN页面的一个使用情况 比如最后这个record结构就是记录每次分配的时候 页面的offset或者就是分配多少页面呢 这样一些情况 这里边的order字段就是body算法里面的2的mits 就是通过这样的一个层次的一个设计 我们可以traceNVDIM所有用户对NVDIM空间的一个使用过程 从而可以在下次reboot的时候恢复出之前的一个状态 正如前面所提到的 目前我们已经初步实现了这个NVDIM的页面分配器 并且通过这个分配器 能够把BKG的journal给存放在NVDIM上 当然这些相关的patch还正在review 还没有被chronnal所莫及 对未来来说我们的工作主要也分成两个部分 首先对于BKG以及BKG的true来说的话 需要把Btree的数据给存放到NVDIM上 最后在一些合适的一些case里面 能够把所有的BKG的原数据 以及数据本身给存储在NVDIM之上 另外对于NVDIM的分配器来说 未来的工作主要是需要进一步保证系统调件 或者可热习之后的数据的一致性 以及进行持续的性能力 优化一个提升 最后要感谢一下所有对这个工作 有贡献的开发者和贡献者们 我是在SUSE 然后任乔伟和马坚鹏呢 是在Intel 另外还有两个人一定要提一下 就是联想的叶怀胜和海洋 虽然目前代码里面没有他们写代码 但是我们这个工作前前后后好几年了 最开始我们和联想合作的时候 的原型的代码是他们做的 他们的原型代码里验证了 把NVID-19的液当作内存液来使用 然后呢通过一个 一个body这样的分配器 把它们管理起来 然后后其他的应用来调用 这种思路是不是可行 那么绕过通用的块设备接口 直接使用DEX来访问 是不是真的明显有性能提升 这些验证工作是由他们来做的 那么宽盛和海洋他的工作做完之后 给我们呢先来指定了方向 就是这个方向是可行的 我们可以继续往下走 所以后来的话呢就是我和 英特尔的任乔伟和马坚鹏都把后续的最终的实现工作开展起来 并得到了一定阶段的收获 所以在这呢向各位开发者和工县人们表示忠诚的感谢 谢谢大家 最后也非常感谢各位听众能花时间来听我们这个技术报告 下面欢迎大家提问 我们会认真仔细的回答 谢谢大家